邓女士的蛋糕店开在建德市新店路上 离兴安江水电站不远 她说蛋糕店是去年开起来的 附近商圈就她一家 平时生意不错 整个店面有三个房间 外面是柜台 里面是做蛋糕的烘焙房 5月12号她发现 烘焙房的吊顶有黄颜色的水漏下来 因为这边是我们烘烤区域 然后这个下面全部都是一些包装 然后再一些原材料食材 然后的话操作台上 就是也都是那个积水 我们来的时候因为地上已经有积水了 然后上面还一直在滴水 邓女士说漏下来的水有一股臭味 当天她直接暂停营业了 一家人花了一整天才把房间清理干净 这个店面在新店路这幢居民楼楼下 这幢楼没有专门的物业 到底是什么原因漏水呢 邓女士找社区来查看的情况 她就跟我们说是楼上 他们的那个水管堵塞 他们已经在抢修 但是他们得重新挖一个管道 但是又没有让他们那个 就是停止用水 导致这个水返到二楼 然后从二楼漏下来 这幢楼原有污水管堵塞 新的污水管还在造 楼上的人家一直在用水 导致污水回流到了二楼的卫生间 从地漏里返流了上来 二楼的卫生间正好在她家烘焙房的上面 水就从卫生间漏了下来 这幢居民楼一共有七层 每层楼有四个房间 邓女士说之前社区告诉她 使用这根污水管的 主要是每层楼的01号房间 以及二楼的02、03、04房间 加起来一共十户人家 邓女士说 社区组织协调时提到 是由于楼上十户业主的使用不当 造成了管道堵塞 因为没有物业 所以管道的日常保养和维护 都由这十户业主自己负责 可现在只有二楼的02、03、04业主 愿意赔偿 虽然他们也是受害者 但是这个水毕竟是从他们那边漏下来的 所以他们就愿意赔偿这个钱 201到701的业主 还没有给邓女士一个明确的答复 记者打算挨家挨户的去敲门 问问他们的意见 有人在家吗 有人在吗 你好你好 我那个1818黄金眼的记者 我妈不在 他人不在呢 一连敲了七层楼的房间 只有七楼有个小朋友在家 属地罗同社区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已经多次协调 协调的方案是 这十户人家出七千块钱 装新的管道 每家再出一千四百块钱 赔偿给邓女士 社区工作人员听说记者在马上赶过来 他们也希望能够趁此机会帮居民们把这件事情协调好 社区工作人员介绍 之前协调的时候 专门请的司法调解人员来协调 从民法典中的相关法规来看 单元楼中的下水管道堵塞 应当有使用这根管道的单元住户 共同承担责任 除非相关住户能够证明 自己在使用过程中没有过错 工作人员先打通了701住户的电话 社区工作人员说 601的住户之前联系过 态度跟701的业主一样 他现场又尝试联系了 三四五楼几户业主 但没能联系得上 501 601 701 这些就等于说是在考虑当中 就是基本上听这个201这边 就是决定的了 301和401反正态度有点 那个就等于说不是 很愿意赔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 其他几户业主 他会找时间再去协调 201的业主在附近开店 他还是希望能当面再问一问 对方的意见 不是不愿意 金额问题 平常我们1400 你们就觉得这个金额是 因为我们这个东西 不是谁故意的 而且总管 这东西说的 说难听点 每家都有造在的 我们家还被堵了好长时间 第一个先买到我们家 反水上来了 对 然后在他们楼下的 说实话 这个医院我们赔这么多 我们也冤了呀 201的业主表示 他们家受到的影响也很严重 整个卫生间被泡 水还流到了其他房间 如果使用这根管道的住户 都要进行赔偿 那么他们家承担责任的同时 也应当获得一部分补偿 但考虑到家里不是经营用房 他就没有向邻居们 提出赔偿要求 现在的情况是 他作为损失方 不但没有相应的赔偿 还要去赔偿其他人的损失 他觉得有点不太公平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 201住户的意见 他们也会考虑进去 之后会再给大家组织一次协调会 邓女士表示 如果还是没能协调下来 会考虑走法律途径维权 188黄剑记者报道